凯莉卡特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包款了 那在我拿到它的时候呢 我有个特别的感觉就是 它怎么特别小呢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之前就会觉得凯莉卡特会是很长的一个包 但是好像在我们适应了 迷你凯莉一代那样的小包之后呢 凯莉卡特看起来也并不是 好像很畸形的一个包款了 颜色搭配黑银皮革采用的是swift皮 凯莉卡特会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包款 好像在日常生活中不是特别能够看到它的身影 但是呢喜欢它的人就会非常喜欢 好像大家都在追捕迷你凯莉那些 一代二代那样的小包的时候 凯莉卡特实际上是在小部分人群里面 非常流行的一款包 如果是浅色的凯莉卡特 它可以搭配我们夏季的出行 如果像这样黑金也好黑银也好啊 我会觉得它更适合出现在晚宴里面 当然了日常去使用它也没有问题 大家对它的评价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就会觉得真的是比想象的更好搭配 任何时候想要用它觉得它的容量适合这次出行都可以尝试去使用它 而且它的容量要比想象的更大一些 一般来说我们把零钱卡片手机钥匙包等等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的准备好之后 我们可以给它放在里面 完全不会觉得有压力 从大小上看应该说它是一个小包 但是它的容量又不输很多大包 黑银搭配还是非常适合这款包的 本身它的外形就比较硬朗一些 方方正正 然后横平竖直 加上黑色和银色的搭配 整个显得更加的冷峻一些 Swift皮也非常的出彩 它并不是像Box皮那样比较耀眼的光芒 但是呢需要它有光线的时候 淡淡的哑光才更显高级 我们来打开它看一下KaliCut 它的一些设置 首先它会有Kali包和薄金包特有的 这样的一个锁扣 在打开之后 我们看到里面的侧带是有一个 是靠外部有一个比较长的侧带 靠内侧并没有侧带的设置 会有它的三行logo在中间 这样的小包内里部分一般来说 也同样会采用比较温柔的皮革 像它采用的也是Swift皮 它的刻印是Y刻 也就是2020年 成色是属于未使用品 它的五金的贴膜是厚贴的膜 但是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抛光 是在去掉原有的贴膜之后 厚贴的一层水凝膜 用来保护它的五金 在保护五金不受划伤的同时呢 它的小钻柄的上部和下部 也同样都会有这样的贴膜 小钻柄的阻尼感也非常的强 至少在八成到九成 一般来说从专柜刚刚出来的 这样的小钻柄 它的力道也并不是我所说的百分之百 一般来说70%到百分之百都是正常的 除非特别松 可以联系专柜去调换 凯利卡特会适用哪些人群呢 首先我会觉得它还是有点挑人的 不像我们刚刚聊过的几皮的宝宝 好像谁都可以hold得住 那凯利卡特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气场的 如果大家使用明尼凯利一代 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凯利卡特会是明尼凯利一代的一个备选方案 实际上呢我个人会觉得凯利卡特 要比明尼凯利一代更显得高级一些 明尼凯利一代更像是一位邻家的女孩 而凯利卡特会是一位高贵的大姐姐了 好像经常有一些朋友们会希望 像这样没有肩带的手拿包给它装上肩带 那凯利卡特应该说是最不适合装肩带的啊 一方面呢凯利卡特手拿就真的是很有气场啊 手拿的方式也会比较多一些 另外呢因为它的这种高冷 我感觉没有任何肩带能够配得上它 所以今天就是简单聊一聊凯利卡特 这款相对冷门 但是呢爱的人又非常爱的这样的一款包 它的附件有它的说明书啊 其实是皮革保养说明 另外呢会有它的购物小票购物单 小票上显示它的售出时间为2021年的2月2日 所以到现在为止时间也并不是很长 这样的一件保存品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